几次面 那这所有的见面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要鼓励大家从事科学研究 让大家理解说我们现在的科研 已经到什么样难以想象的程度了 那今天我们也是要介绍新知 但是我会从那个很旧的旧知开始讲起 那这整个课程的根本 其实就我这几年的观察 都是你们不太喜欢的 我们主要在讨论的东西 都是数学物理写程式这几个面向 当然其实这有录影吗 有录影那不能乱讲话 就是其实因为台湾教育制度的关系 你们学的东西已经比我们当年都简单很多 不含考试制度其实难度也都下降 加上今年的你们知道108年科纲 那感觉都不是在教人 他目的可能就是什么 比较适合教军人 这样讲 所以比较重要的这些数理的应用概念 其实对你们现在这世代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模糊 那加上我们这个医学 医学系又是 穿军服的医学系 比较 outstanding一点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 其实来我们学校的医学系对于数理都是那么喜欢 但是慢慢的假设你们要变成一个好的科学人 或者好的科技人 或者好的社会国际公民 数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的这次的报告呢 会从我当年的学习经验 就是很智障的事情 慢慢讲到我们怎么样透过智障的事情 了解现在这些顶尖科技 数学物理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们 人当中啊 有的人有一点兴趣 也有能力啊 不要放弃你既有的天赋 因为搞科研 搞基础医学 搞基础 基础学科 是要最talented的人 那讲实在话 搞临床医学是 你知道的 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 很适合国防医学院 所以 这种角度来讲 就是国防医学 训练出来的医生啊 跟台大医学系啊 跟哈佛啊 基本上差距不会真的太大 如果临床工作的表现 但是科研的表现会差距非常大 因为 人家能想到的事情 我们学校不见得想得到 人家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学校不见得做得到 所以 开场我花一点时间 跟你们这个分享 数学物理 还有程式 非常非常重要 那假设你的天赋 或者你的人格特质就不适合 那当然也不要勉强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很擅长的事情 那如果你当年跟我一样很不幸 就是其实我根本不是要读医学系 不小心走进来 那你保有这样子的天赋啊 在这个世代 你会比我们当年更有优势 因为当年根本没有AI 有AI啊 但是不是现在这种的AI 在我那个时代啊 他们做AI的人写计划 包含美国 不敢写AI 因为写AI不会给你钱 大家觉得AI都是来骗钱的 都是什么事情做不到 搞一个听不懂的名词 把它包装一下就来要钱 那现在这个世代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这个世代 如果你不懂AI啊 或者你不会用AI好了 我们放低一点标准 你大概可以去其他地方了 就是未来的医生呢 绝对是会用电脑 会用AI的医生 打败不会用电脑 不会用AI的医生 那如果你是使用者 跟你去设计者 那个等级差很多 可是当然不会所有的临床医师 都会写程式制造出AI 但是你不用它 你的表现的结果啊 会跟用的人会差距很大 你们下堂课还有课对不对 因为去年有课 今年有没有课 下堂是什么 可是去年你们下一堂 好像要上一个什么 选修课还是什么要勾的 空堂接下来是选修课 所以我去年上了三个小时 我只记得后来大家都不见了 我对两个人上课 继续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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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要不要模拟线上的感觉 好 这样可以了吗 所以他们看到他们自己 把它弄开或什么 好 好 那可以让我讲两个小时吗 基本上有听没听也不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一堂演讲或一堂课最主要其实都跟一两个人在上课 这一两个人如果受到我们启发那这堂课就有值得了 甚至有时候你们你们参加乐会了吗 乐会就是大拜拜每个月要拜一次 那个月会通常我们每个月都会请来一些还蛮有专业的人来演讲 有一次请到一个中原院院士 他来了以后就发现说 怎么都没人理他 就只有校长在前面一直点头 他就分享一个我们所有老师的心声 我们平常讲话上课 其实都是针对某几个人 那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或者你们会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我们真的演讲如果能够启发一两个人 那这个演讲其实就有价值了 所以我这堂课主要是这个题目 我们是光啊如何引导我的这个人生 我的这个研究的career 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像那个宗教课 会不会觉得那基督徒很喜欢讲说那个光的引导 神的引导 那这个光对于我来讲啊 就好像是生命一样 他怎么引导我的人生呢 你们看你们看到这几张图 会不会觉得挺漂亮的 你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顶尖科技 也没有很顶尖的 在二三十年了 二十年了 做出来的一些图 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它转换成数位的data 去做分析 你们知道左上方这一张是什么吗 哪里来的图 当然是跟生物医学有关系 知道吗 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不会讲到这里 因为这个太新了 所以我们要先把背景知识 先从几十年前慢慢累积起 现在的科技其实也都是 背上几十年前人类既有的知识 那这个这种看得出来吧 第二个 看不出来 好 没关系 那这个就稍微比较具体一点 这看起来就是比较有结构性 因为这看起来 前面第一张看起来没什么结构性 第二张看起来比较有结构性 这个就是组织的染色 那你们以后就会看到很多周 乱七八糟组织的染色 应该比较三 我们以前是三年级 现在我不晓得进去 就是病理会看 那接下来这个 这个是流氏细胞仪 是我们免疫学家 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学 那他也是基本上透过光 好 那其实这张图就是sequence的图 你们知道吗 人类定序 你们出生那一年 应该就是人类基因解码的那一年 2003年 是不是 02年01年 你重考 01年也差不多 因为人类解码大概是2000年 大概就是初步的草图解出来了 那当年呢 有的人是用这个平台 有的人不是用这个平台 那现在人定序都是用这个平台的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定序的图 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些流程图 把它呈现出来 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巨大 很巨大 很巨大的资料量 那已经大到已经超过 人类的理解跟阅读 还有分析的能力了 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手段 来处理这些资料 那这手段呢 讲白了就是数学跟电脑 所以你怎么样 透过数学的概念 不管是统计啊 或者是 比较啊 想到这个概念 那接下来你就要把这样的概念 去叫电脑帮你执行出来 所以本质上了解这个图子 这个这个 data长什么样子啊 对于你后续怎么分析这些 data 有帮忙 分析出来的结果啊 对人就有很大的帮忙 不管是对你们还是对病人 好 那我主要是交免疫的啦 所以那个明年的后年的下学期 就是你们二年级的下学期 我们会再见面 那到时候就会 比较压力大一点 好 那刚才讲过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吧 那我毕业之后呢 我选择做基础研究 我没有做临床 因为我觉得 刚才讲过临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 比较比较routine的工作啦 那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 像你们今天就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去年人是满满的 而且只能上一个小时 今年人是很少的 而且还有线上 那毕业之后呢 我去这个 这里你们知道这是哪张照片吗 看出来吗 投影的效果比我这边还好 你们知道这是哪个医院吗 这看起来很像饭店的感觉 这个是我我在美国读书的学校 John Hopkins 这是他们 那个一个校友捐的钱 那个Bloomberg捐的 你们知道Michael Bloomberg吗 这是前纽约市市长 原本 原本去年要选总统的 但是 轮不到他 好 那我在那边学的最主要是学免疫 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照片 就是Hopkins的最古老的建筑物 以前住院医师住在这边 然后病人住在这两边 那你们以后到 到到到新年一点 也读了临床的书 Hopkins就有蛮多那种 小的 手册可以可以看 那就一定会放这张图的卡通图 好 那我有兴趣的领域就是癌症免疫 我是研究癌症怎么样被免疫毒杀 或者反过了癌症怎么样去逃脱免疫 好 那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光嘛 这个Western Blot你们做过吗 没有 没有错 好 那这个是我在2001年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就有去中文医院台大做实验 那个时候知道了这个Western Blot 你们现在假设实验都没有做过 会不会想说 我们要研究核酸啊 就DNA RNA 还有蛋白啊 都这么小的分子 我怎么样透过实验看到它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疑问 那么小我怎么看得到它 比如说这边有几个人 一个个这样数就知道了 可是 我怎么知道蛋白有多少 蛋白是什么 我以前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就看不到它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研究它 它是不是有些特性 被你能够变成数据来侦测分析 还是你们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困扰 都没人理我 对对对想起来 我们被教育 当老师最重要就要自问自答 所以 所以 所以我 我就帮你们回答 我没这个困扰 好 那可是我当年有这个困扰嘛 所以你们马上就会学到说 如果我要侦测 猪威钢 诶 怎么那么多人在笑 诶 有的人在哭的人在笑 好 所以如果想要得到这个 蛋白的资讯啊 我们透过一些方法 你没有学过高三的生物吗 还是因为你们都学测都放弃了 有啊 有 太好了 因为高三生物其实在我那个时候 是学到最深的生物 因为你们知道学测都考高一高二 高一高二基本上都在 你懂的 或者学很多植物的东西 那高三的生物就蛮深 有些高三下的生物都是很多分身的东西 所以假设你们学测进来 然后又提早放弃了 那那个部分可能会稍微有点 有点 defect 那高三的生物有交免疫嘛 对不对 我记得 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前几年的 思考的题目啊 那些有些T细胞 B细胞知识 其实还蛮深的 但是可能因为你们不需要考 所以没有那么那么着重 那B细胞 它的代表人物是什么 就是当你提到B细胞 你会第一个想到什么 对 抗体 对 没错没错 那所以我们就是利用抗体 这个很特别的结构 然后去认识它的抗原 也就是蛋白 那你们会不会想说 不同的蛋白这么多种 为什么抗体可以辨认它 转移性 那为什么会有转移性 它可以什么 哦 就是 就原则上这个是结合的部位嘛 这里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部位会非常多样 非常转移 那我们明年 这个时候呢 就下学期二下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研究 我们怎么样让抗体很专一性 那我们现在就只要知道说 这抗体可以很专一性的认识抗原 哎 白了喂 你们都打过疫苗了吧 到了 都打什么 都打什么 AZ哦 打AZ 打AZ 打AZ目前看起来 这是 这是 那个 后续处理是最方便的 那打AZ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是国防医院学生 才可以打 还是说是这个年纪已经打到了 哦 那这样子假设为了打疫苗 你们先来报到 然后打完以后再退校 退学 这样蛮赚的 外面可以打 外面不行吧 还不行吧 可以哦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对 所以我们去打疫苗 其实就是为了诱发这个抗体 前面这个专一性的头 好 那因为你们都没有学过这个Western 我们稍微假象Western就是这个一抗啊 辨认了你的目标物 但是抗体依然是透明的看不到吗 对不对 你哪一个看不到的东西 去侦测一个也看不到的东西 最后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吗 那我们怎么样让你们 让这个分子被看到 你看我们刚才的描述是不是都是用看 你可以有其他方式 用不是看的方式去侦测它 啊 啊光不就是看 用机器看 那机器比我厉害吗 为什么它看得到我看不到 不知道 如果是光的话 机器看得到我应该也看得到 所以机器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它是 sensitivity 敏感度更高 还是它的解析度更高 它可以看到很小的东西 我看不到 比如说显微镜就是要放大了 你看不到 可是显微镜底下看得到 那我们透过机器 其实讲出来就是相机嘛 你把相机前面经过一个显微镜 或什么whatever把它放大 那是不是解析度就提高了 那这个 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 你看不到机器看得到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为什么机器看得到我看不到 啊 什么 对 波段是什么 什么意思 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马上就引进了物理学过的 这个光是电磁波嘛 电磁波其实就是有两 这两个特性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波长跟频率的问题嘛 那两个相乘是一个固定值嘛 就是光速嘛 啊光速是恒定的 所以你讲了波长等于就是讲了频率 那确实人类能够看到的频率 或者是波长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看不到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实验啊 它的波长像这个这个波长 这波长你们知道是可见还不可见 可见 你们有学过那个氢原子的那个光谱吗 就是那个激发起来 从 都有 就是从第一阶掉到 掉到ground state 它会 它会 emite出来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波长的光嘛 啊那个那个光就是我们研究这些 东西的基础原理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 当年要教你们是氢原子 哎对对对对 所以这跟我们现在教学都一样 我们都从最简单最古老 最智障的方式学起 但是一旦这些古老的东西 你学的很熟悉了 后面要把它 要做的就是把它 用一些也很简单的方法把它复杂化 比如说刚刚这个定序啊 其实它的复杂化就是把 原本我是一条一条看 现在变成 几百个million来看 几百个million million是一百万 几百个million就是千万亿 就是几亿几亿条来看 那你的资料量是不是瞬间就从1 1变成1了 有人离开了 好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会放出光来啊去观察这些东西 那要透过这个二抗 因为二抗它会认识一抗然后发光就可以让你被看到 所以在二十年前呢 我知道了哦原来western是为了看蛋白 蛋白其实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怎么样让它看到 最后在在那个时代啦是要鸦片 鸦片子不是那个大马 大马的鸦片 你们你们还看过底片吗 还看过底片 那底片 最大的厂商是谁你们知道吗 哇你还知道科达 前一阵子好像他宣布破产了 所以在我那个小时候时代啊 就是科达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厂商 那个时候数位相机啊非常不普及 现在已经已经没有没有底片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用底片 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来观察 现在这个世代大概都从相机去照嘛 就是数位相机去照 CCD或CMOS 那为什么当年要用底片 网路上的要不要回答一下 分辨率 你看这个分辨率又很高吗 因为这很大很大一坨嘛 所以分辨率也许不是最关键的议题 你们有压过片吗 你们压过片 那你们有在摄影吗 照照相啊 没有人照相 学校应该还有摄影厕吧 还是倒了 摄影厕是我同学创的 现在不晓得在不在 那时候人就很少 摄影厕那时候男生最主要都是为人要看美女 就找一些那个外面小模 可以看美女搞一整天 没有他们都是很纯洁的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去照相 你就可能要理解 就是说那个摄影里面有个叫B块门 你知道吗 都知道了 知道知道太好了 B块门的目的就是要用时间去弥补资讯量不足嘛 就是假设光很暗 你看不到他 那我如果把它长时间曝光 这个光子不断的打在你的感光元件上 把这个data累积起来 他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讯息 可是你的代价就是会什么 你们知道吗 如果长时间曝光会怎么样 对 但是我们讲的是另外一面 就是他会有些背景杂质 就类似你们把ISO调很高一样 他那个开始 那个我们通常就说 就是那个暗电流就跑出来 那就会有一些背景里面还是黑的 开始就会乱放光 那这个鸦片也一样 线上的麦克风关小一点 我要怎么关 哦哦哦好 那所以当时这个鸦片呢 就是要把很微弱的讯息 透过时间的累积把它放大 那可是你的代价就是其实 背景的noise也会被你压出来 那这张片子当然是比较好看的啦 噪点 好 那 这个是看蛋白 那这个DNAGL做做这个 Ecidium bromide这个你们知道吗 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学到了没 还没 就是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化学结构 你觉得这看起来像什么东西 像什么东西 你们看到这一堆这样圆圆的环会想到什么 没理我 哦我会想到这个DNA 什么 二 这个你们长得像DNA 对 对 核酸吗 什么 核酸 对对对 就DNA核酸嘛 因为DNA你们会画吗 补碳糖 磷酸 加上Base 含氮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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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中文我合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哦 含氮碱基 哦 ATCG的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意思没错 因为其实我这几年特别要练习把我们的那些专业的文字把它翻成中文 不然常常会被你们说那个听不太懂 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确实啊 我当年那些老师讲英文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懂鬼东西 但是回去反正自己查 所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说哦 这个什么要表现英文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学习过程就是用那些使用罐的 有时候真的不太知道中文是什么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稍微去查一下 好那这个长的就像核酸嘛 那核酸的目的就是 是什么 为什么要长得像核酸 就是为了让它成像嘛 通来了 好 这个那它成像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会发光 它跟DNA合在一起它就会发光 所以我们透过光的激发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你们刚刚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氢原子的模型 你要有激光 那你的电子就会跳跃 跳跃上去再回来 欸就会放出可见光 所以因此我们用UV激发它 你就会看到DNA在哪里了 你们到时候应该 应该是李文山应该会做这个实验啦 就把DNA跑一跑 因为DNA带电嘛 所以它受到电的驱使它就会移动 移动就会有移动的快移动的慢 分开来 最后靠着这个DNA的染色呢 你就看到它了 好 那这样子 感觉这个20年前的东西有点鸟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弄更厉害一点 欸可以的 我们透过现在这种机器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以前是用眼睛看或用这个胶片 成像的影像呢 把它数位化 啊 数位化 对你来讲觉得没什么 可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突破 因为数位化 我们就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丈量啊 去调整啊 去做做图片的编辑啊 比较容易量化 啊 那个是 是 是这个 2001年的时候 好 那在高中的时候 也没有学到这个嘛 氢原子模型 刚刚有提过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嘛 那 如果是回到了这个 N N等于1的时候 那放出来的光 是 可见光 还是红外光 还是紫外光 啊 啊 紫外光嘛 对对对 那你们有有有记那个几个人名吗 什么 莱曼系列啊 什么的 有三四个 都有哈 对 所以只有回到了这个N等于2的时候 它是会落在可见光范围 所以其实 超过可见光 波长太短 它是紫外光 我们看不到 可是能量比较强 就像你们去照X光 或被那个 Iradiation 就是 那个 放射肿瘤殼 有把你照的东西 那如果波长太长 它会进入红外光 那 能量比较弱 所以 它能够产生的这些 能量 driven的效果也会比较差 因为就是 就是能量不够 好 所以我们特别focus在 在的这个 生物医学用的光 都是可见光 当然也许是跟能量有关系 那本质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范围我看得到 人看得到他觉得 在早期开发的时候才会去运用它 因为如果人都看不到 我们怎么去运用它 那接下来 现在我们用的这些感光设备 都是利用 这个光电效效应做出来的 这个你们应该有学过 就光电效应在考高中生 基本上是一个线性模型 对不对 就是你要超过一定的能量 电子才会被激发出来 那一旦超过以后 那个能量给多少 它就吸多少 但是它会有一个这个 这个最低的frequency 也就是最 最最 最 长的wave lens 是可以激发出你那个 电子从金属上来 那但是我们现在 用的这些电子感光元件 都不是用金属了吧 我们都是用这些 二极体的材料 但是它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那小时候啊 包含古人啊 他们都会有个困扰 就是说我们觉得都是光如果越亮 你可以激发出越多的电子 可是后来发现 好像跟亮度没有关系 对不对 光电效应教我们就是 其实电子能不能被激发 跟光的亮度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啊 跟光的频率有关系吗 那你们在学高中物理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那我改变的亮度会改变什么 啊 光子的数量 我说收到的结果啦 对对电来讲会得到什么结果 啊 电流变大 如果光变量是电流变大 那光的波长下降 电会怎样 不知道 啊 啊 电压 欸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电也有两个特性 让我们其实有 有一定的模式去转换 光跟电的关系 因为 电电压才是带有 这个 这个Driving Force的 才是有有Push 就像水压一样 你水水压差别越大 它推水能力越强嘛 可是你要真正讲说你有多少水 是水的流速嘛 所以水压跟水流就就相通相等于就是电的电压跟电流嘛 那这个确实就是由光两个不同的特性去去去驱使的 欸所以把这问题想通了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呢 你要很 强的讯号 那你要给他 呃 就是假设电压是固定的情况下 你要给他很多的光子 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 能够驱使出来一个比较 呃 电位差就是 Epsilon你有学过吗 电位4 其实就是电压 基本上就是电压的意思 那你要需要比较强的这个Epsilon的话呢 就需要比较短的波长去激发它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这些感光元件呢 都是背上这样子光电效应的原理去设计的 欸你们知道光电效应得诺贝尔奖吗 知道吗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光电效应得诺贝尔奖 为什么不是相对论得诺贝尔奖 啊 因为相对论没有证明啊 哦 欸这个讲的也是正确的 没错 就是一个是大家那时候还看不太懂 可是因为它是 狭义相对论是1905年提出来的嘛 啊广义是1915年提出来的嘛 啊得这个光电效应是192021年提出来的 他这个诺贝尔奖是回溯的啦 就是我今年颁去年的奖 因为 对 因为那个时候 爱因斯坦已经是很屌很屌的人了 那可是 就是 社会界你觉得说不颁奖给他 实在说不过去 可是你要颁诺贝尔奖 在这个相对论上面呢 还是有一些没办法说服人 就是有些人 就是能看懂的人确实不太多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没有 他是理论物理学家 他都是靠 数学推导的 他不是靠做实验 但是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实验 去支持他的假说 那当然其实那时候 已经有一些实验觉得他是对的 那最后一个爱因斯坦 那个预测的 结果是前几年才被证明 你们知道吗 对对对对 不是啊 是那个重力波啦 那重力波当然也得诺贝尔奖 你们知道吗 LIGO 或LIGO 看你怎么样都可以 就他做了两个直角很长很长的一个通道 去接收很微弱的重力改变 你们知道吗 前几年超红洞的 而且那个实验一做出来 马上就知道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只要再隔几年 你会搬 诺贝尔奖 果然就是马上就获得了 那那个是目前就是爱因斯坦最后一个 还没被证明的预言 那最后被证明了 所以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实验都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预测是没有问题的 那经过实验证明没有问题 基本上就算那是假的 那他是真的机会还是很高 因为他基本上预测的大部分会发生的情形嘛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在科学上很常发生就是我先尤其在科学物理跟数学上很常我先提一个假说 然后跟这个假说相关的实验或者是测试我们都来试试看 假设都符合这个假说 那随着这个测试的次数越来越多 种类越来越多 我们会渐渐相信这个假说是正确是对的 但是如果没有更决定性推翻所有的可能性啊 这个假说都很难变成 那你们高中也学过吧 就是假说跟理论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称呼他 你们数学有学过吗 公理 公理 就是要定义嘛 公理就是一个不难 其实尤其那个 几何学上有五大公理你知道吗 就是欧几里德先给几何定义的五大公理 他都没学过 没关系 反正这个公理就是说这个是我定义出来的世界 就是我想象出来的世界 那之后的你的游戏规则都在这五大我定义出来的世界里面去运行 那那最后一最后一个公理是说过线外一点做平行线 那这两条线不会相交 你把这个公理假设改掉 也会形成另外一套系统 就是非欧几何 非欧几何 非欧几何几何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地球的直线 其实是一个球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们假设要飞到纽约 最近的距离是 两个点的大球 那那个球会切过地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线 就是你远远看 从上帝视角这么明明是个圆 可是在地球这种球体上这是一条线 那它就是一个非欧几何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国中 高中学的数学全都是建立在欧式几何上面 但是非欧几何其实就是 给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的模型基础 如果当年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数学模型 它的很多相对论的理论是没有要建立的 所以公理的意思就是说 就类似国防安全规定 就是这个游戏就这样玩的 我们所有的后面的运作跟推演 都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走 但是你只要规则稍微改一下 你可以建立另外一套系统 那欧式几何跟非欧几何就是这样子 产生的 所以公理是没办法证真 也没办法证伪 也没办法被挑战 反正就是一个大咖 他就说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那后面的那些定理 就不是这样子 后面的定理都是根据公理去证明出来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进入了大学以后呢 我们就会做这个也是很智障的实验 叫做spectrophotometer 合在一起不是这样念 合在一起这个重音在T spectrometer spectro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看 你在讲张话 光谱 光 那photo呢 photo是光啊 也是光 所以光光 meter就是 spectral是光谱吧 对对对 spectral是光谱嘛 这个photo是光嘛 meter就是 就是设备 g g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透过 毒光 或者是毒光谱来 侦测的仪器嘛 那你们学过这个BS law了吗 好 这个你们不晓得深化还是分析化学 还是什么有机化学 还是普通化学你会学到 就是我怎么样知道 一个东西的浓度呢 这个BS law就是这个 a就是c光值 你想想看光子通过 任何一个介质是不是都会被干扰 所以经过真空原则上是基本上是不会被 被减损的 可是经过空气会嘛 对不对 那空气如果减损呢 它是不是有个减损的固定值 比如说经过多远就会降多少 所以 这里面的这个 l呢 就是那介质的长度 那a就是c光度 就是光减少了多少 epsilon就是一个coefficient 一个常数 那c就是浓度 所以你们到时候就是会用一个很智障这个cuvet啊 这个 这个 一个玻璃食音管 这个超贵的哦 如果给你们是拿原厂食音管的话 这一支 好几千到万 小心不要把它摔坏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这么贵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的稳定性很高 它的透光度很好 所以它基本上光打过去啊 就是监测你里面物质的浓度 那因为这个cuvet的宽度是固定的嘛 通常都是设一公分作为单位啦 或者是把它normalize成一公分 所以你最后这个机器会得到你光 给了100颗 最后被挡住几颗 比如说给100颗 只收到10颗 那么这个c光度 就会被定义成c掉90% 刚刚太快了没看清楚 他写什么 写太多了 可以再贴一次吗 刚刚没有看到电脑萤幕 好 所以到时候你们会很多的实验 都是透过这个c光度 c光度在生物或者是物理实验 通常写成OD 叫做Optical Density 其实就是c光度 所以当OD等于1的时候 就是只剩10%的光通过 那如果OD等于2的时候就是1% 就是要怎么说啊 就是Log 取完Log以后加负号啦 好 所以通常一个机器的OD值就是从0 一直到可能大概是3左右 哎 那打我名字干嘛 好 什么东西 好 点名要打我名字哦 为什么 哦 是哦 那我如果我今天去改名字 那就无效了 我要叫鲑鱼 好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知道物质的浓度了 所以刚刚不是说DNA看不到吗 可是DNA会挡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得到它了 可是你看你这样一个个cuvay这个东西 这样一个根擦 这样不是很智障 然后擦完以后你还要去洗它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它更high throughput的一点 就是更高量化一点 可以的 刚刚是一根一根这样子测量嘛 如果我们把它打到这个96孔盘里面 那我们是不是光这样扫过去 一条一条这样扫过去 我们是不是在很短时间可以少到96个DATA 那这样子是不是原本是做一次事情得到一个DATA 我现在做一次事情得到100个DATA 是不是你马上就会100倍的成长 好 所以这个给人类一个启发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 在知识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的科技能够成长呢 这就是一个方法 我们要从1变成100 如果能从100再变100 那就1万了 所以刚刚讲的定序 就是从我们以前一条一条定 现在我一次定几百个Million 那是不是就快很多 所以这就是人其中一个科技成长的策略 包含你们知道现在AI都是用那个 Graphic GPU 那样什么 显示卡来运算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就是现在的AI基本上显示卡 比CPU重要 知道吗 假设你们知道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都用GPU来运算 因为你们知道大部分电脑使用的都是CPU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AI运算要用GPU 线上不错 线上可以查答案 然后回复 那很显然就是因为GPU它一定的特色 所以我们现在AI都要用GPU来运算 你们知道上一堂课 林青老师他一张GPU多少钱吗 一张显卡多少钱 他们跟你们分享钱的味道 朋友 他最喜欢分享钱的味道 好 所以Multiplex就是把它成员很大 这是我们人类一种科技突破的策略 那接下来我们要测DNA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把它做得很小 像这个啊 这机器叫做Nanodrop 它就是在 把你的简体loading到这里 只有一个microliter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机器 很小很小的样本 它可以帮你测DNA RNA跟蛋白 那透过的其实也是吸光度 那个光如果是给它是230个Nanometer 这边单位是Nanometer 这个时候吸光度最明显的是盐 那如果光如果是在280 最会挡光的是蛋白 那你们会不会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物质 会在这个特别的波长挡光 究竟是什么东西给它挡光 比如说这边DNA和RNA分不开来 那我怎么知道我测出来的结果是RNA DNA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是RNA 浓度假设是比如说OD是3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DNA占多少 RNA占多少 酵素 哇你那个2001年的果然是蛮厉害的 酵素是我Hopkins之前的一个校长 他因此读Nobel讲 发现的 那个小时候学那个 我们叫做Restriction Enzyme 不想知道限制没 就是他会认识特别序列去切他 小时候觉得离我很遥远 后来去的那学校才发现 这个是前校长发现的DNA占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小孩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应该也很有机会DNA占 那用酵素确实是一个策略 但是酵素你就得花钱去买东西 去加东西嘛 但是 你这样做起来就很麻烦吧 但是如果直接告诉你这题答案 这题答案就是说 其实是分不出来的 因为 这台机器啊 透过这西光的策略 就是只能分DNA 就是只能分核酸 他不知道DNA RNA 所以你在前处理的时候 你要先有一个 assumption 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是pure的DNA 或者是pure的RNA 那很显然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不可能是pure的嘛 所以 其实这都是一个想象的世界 但是当然这个DNA RNA 假设你觉得它DNA 它RNA的混合量不会很多啦 所以 透过西光值 然后我们又知道那个coefficient 我们是可以知道你这个检体里面有多少核酸的浓度的 好 那 你们看到这个机器应该可以想象 这个依然是很智障的 一个一个操作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检测仪嘛 所以它没办法high throughput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high throughput 这个不是要讲high throughput 2010年的时候呢 其实这应该不是2010年 没有关系 你们知道singer sequence吗 这个人前几年刚挂 而且这个老师超屌的 这个人得了两个诺贝尔奖 这个人singer 你看 两个诺贝尔奖 而且两个都是化学奖 他第一个得的奖应该是 应该可能是定序 他得两个奖 一个是定序 aminoase 一个是定序 这个nucety 那因为这个 对于学术界的突破真的太杰出了 他就给他两个诺贝尔奖 那你们知道singer sequence是原理是什么吗 我记得高中其实有教啦 但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知道 PCR高中怎么学过吧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翻成中文也没什么意义 这几个字母你们在医学生涯会常常遇到 这排列组合有六种嘛 有PCR 有CRP 有CPR 有RPC 很多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PCR CPR你们学过吧 现在应该都是强制要学的 然后到医院就会有那个 CRP C Reactive Protein 好 没关系 Anyway 就是PCR你们都会 那我们就不讲了 不然的话真的要到五六点来下课 好 那可是定序你们会吗 我们怎么样透过PCR去定序 知道吗 都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Sangre 你就不知道现在这个次世代定序是怎么运作 原理都差不多 只是我们透过的策略就是让它能够multiplex 能够很大量 有了很大量的data 你们现在可能觉得一个就一个有什么了不起 你做个一千万个 然后怎么样 可是到我现在我会觉得一个跟一千万真的是天良之别 比如说你现在赚一块钱跟让你赚一千万你不觉得差很多吗 比如说地上你捡起来是一块钱 你会觉得说没什么 可是当地上有一千万个一块钱 你能够这样一直捡一直捡 你就会觉得就算带不走也是很爽 因为很重嘛 那这样子的策略其实人类不断的反复在用 就是我们怎么样提高这个n的数量 能一开始的开发的prototype一定都是n等于1 但是慢慢的人希望变成10 100 一千 一千万 好几个 好几个billion 这样子 所以话说回来你们知道怎么定序吗 有没有人理我 不知道 高中有教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 散弹枪 散弹枪定序法 啊 散弹枪定序法 那是第二代的 而且那是建库那不是定序的原理 好 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PCR总会吧 PCR要下抵NTP知道吗 n就是ATCG的混合物 你下了抵NTP以后呢 你在每一个反应呢 加这个DDTPT DDATP 跟DDGPT 还有DDCPT DD的第一个D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D是什么意思吗 去氧 去氧 就是去OH啦 Dioxic 那两个D跟一个D有什么不同 去两个氧 说对了 没错 去两个 去两个是去哪两个 你们学过五炭糖吧 二号跟三号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DNA怎么延长的 跟几号 三号跟五号 三号跟五号 对对对三号五号延长 所以当 这个这边有写吧 我们通常DNA的序列 都是从5PROM去念到3PROM 所以 如果这个地方啊 就是要接的地方 如果没有OH 他就没骂水河嘛 因为 你们知道就是酸加醇 等于子加水 这个叫做零子件 就是一个零酸形成的子件 所以醇就是OH 酸的话就是OH 所以你的零酸要跟下面的这个子 黏在一起 就是这零酸 要跟子黏在一起 如果你这边是H 就黏不在一起了 因为他不是醇 那 不会黏在一起那会怎样 不会再掩查 对啊 那就停在那边了嘛 所以你停在那边 是不是代表这PCR反应就结束了 所以你透过这个 这个DNTP 每一个这个试管 Tube 给一个DD DD NTP 就是个别给 所以这个管子里面有五种东西 DNTP加DDT DNTP加DDA DDG DDC 所以你在这个管子里面啊 他只要遇到G 这是G 这是G 还是C 这是C 他只要遇到C啊 就会面临抽样的选择 你如果抽样抽到的是 DD CTP 那你就会停止在那边 但是如果你抽样的是 DD 是D CPT 他就会继续反应 所以他把那个DNTP的浓度 混合了 这个DD NTP的浓度 他就会随机的发生 在某个时间点 在这个管子里面 遇到C就可能停止 所以这样子 当你PCR跑完以后 他就会形成这样的胶 这从下面往上读啊 因为你们跑胶知道吗 就是越下面是越小 越小的东西跑比较快嘛 所以你的序列其实就是这样读的 这个是T 这是G 这是C 这是A 所以他的序列就是T G T A C 这样反着往上读 那就是因为 他们在做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能会停 那如果成功的做下去了 他就会形成这一个 那如果再成功做下去 就会形成这一个 再一路上往上做 所以我们就 在50年前 要定序就是这么支障 在这个四个反应里面 各家的不同的DDNTP 然后跑胶 反着这样念上去 那这样的效率太低了嘛 所以后来人类想说 那我能不能把这样子的实验 这个跑胶实验 做在一个很细的毛细管上面 那我把每一个 这个核酸都LABEL个颜色 然后透过一个毒光机去毒光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堵出这样子的序列 我是不是就从GEL的情况 变成一个毛细管的情况 我把东西全部混在一起 把这个 我们等于是这四条LAND 我们把它投影在一起 可是因为你这个Y轴 其实就是坐标嘛 你把它转90度转过来 是不是其实就变这个X轴 然后你反的这样读 我们把它翻过来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第一个序列叫G 第二个序列叫做A 第三个序列叫C 听得懂吗 就是把这个转过来 但是这边是尾巴嘛 所以我们再把它再翻过来 翻成头 你就可以读出来核酸的序列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实验 很大一个焦 这个焦很夸张 这个焦 我不想把它放照片 没有放照片 这个焦是 你去问那个古早人 可能要比校长还更古早的人 跑过这种焦的 大概这个焦大概是30公分乘30公分 那么大 或者是50公分乘50公分 那么大 很大很大一片焦 那这样子太太太没有效率了嘛 所以当我们把实验变成这种毛细管 就像一根小小毛细管而已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有机会high throughput 我一次跑好几根毛细管嘛 那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依然还是第一代的定序 single sequence 因为你想想看 你这个里面呢 假设有个序列叫做GACT 另外一个序列叫做GTCT 是不是代表说你在这个位点的时候 其实是A跟T的混合 所以它其实会是一个蓝光为主 但是混有很很暗很暗的红光 那假设这个红光的亮度不足以被你看到 其实你不知道这是混合物还是存物质 那这样子的问题 在第一代的定序是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第二代定序啊 这种散弹枪式的做法 还有这个铺满晶片的做法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所以在这个 离开了 所以在这个十年前啊 我知道说 Single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一般学校老师在做定序 都还是做Single 因为这比较便宜 那在同一年呢 那个QPCR你们知道吗 现在应该人人都知道QPCR了 还有CT值 因为这个Bike COVID-19的原因 前几天不是有个病人 那个CT值是16吗 你们知道这个CT值越高 是病毒量越高还越低 那知道为什么吗 他就PCR几轮嘛 好对 所以他这个正常来讲 你的PCR放大是一个指数放大 因为你是2的指数嘛 做30个cycle就是2的30次方 2的30次方大就是10的9次方 所以你就知道说 10的9次方分之1之前 那是他原来的病毒量 所以你看那越早出现的啊 这个CT值就越高 越少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一开始给的东西越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 算是很漂亮的PCR的QPCR结果 所以你们都知道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 所以PCR就是QPCR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常用的一个实验方法 那能不能把这样的方法 变得更厉害一点 透过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原理 比如说Multiplex 这个QPCR我们就是要看 里面有没有我们要看的 序列嘛 比如说以COVID来讲 它里面有一条S蛋白的序列 我们透过QPCR就知道 这病人有没有S蛋白 那知道有没有S蛋白 就知道 这个病人有没有COVID的病毒 那我一次能不能多看几个基因 我不要只看S protein 你们知道除了S protein以外 其实那个COVID还有其他 SARS-CoV-2其实还有其他的基因 还有M 那我都不知道 好 没关系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能够一次看几百个病人 就你们全部我们都来塞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 我一次看好几个蛋白 这是不是就是 就是刚刚的Multiplex的目的 那你现在在看起来这个好像 只能做到好几个病人嘛 就是刚刚也是这个96孔盘 你把它做进去吧 这是1病人 2病人 3病人 你不是可以做到96个病人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孔盘做更小 做到384孔盘 我一次是不是可以看快400个人 那我如果一次能够看好几个光 我是不是在一个Whale里面 我就可以看好几个基因 所以人类就是这样搞的 所以你看这台机器啊 都是QPCR机器 那为什么我从100多万到300万 都有就是他一次能看的这个光的颜色不一样多 所以人类啊对于科研的发展就是这几个 我们能不能做到解析度更高的实验 能够你现在看的是整群组织 我们能做到single cell 这个single cell就是现在人类解决的科技突破的 那人类现在解决的策略呢就是往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都是做单细胞的定序 那怎么样做到单细胞细胞很小 你们知道吗 细胞有多小知道吗 比如说一个人有多高 你通常成年男性会讲说1米7 成年女性会讲1米6 那一颗细胞成熟的细胞在多大 10维米喔 维米是什么单位 micron吗 维是-6吗 10维米对差不多 10维米很显然不是人的可见范围 你知道人能够分辨的最小单位大概多小 大概0.1mm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到single cell的resolution呢 人类的策略就是partition 你们知道什么是partition吗 partition就是分割切割 那其实刚刚这个实验就是partition 这个是不是本质上就是partition 你把它分割开来 那你partition的策略 你现在这个是用一个物理实际的屏障把它分割开来吗 那人类有没有更厉害的方法做partition 这就是科技突破的地方 我们通过这个围流体啊 来做partition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做到high throughput 就是能够一次很大量的看 比如说刚刚single sick一次看一条基因一条序列 我们次世代定需一次看几百个million的序列 那另外就是high dimensional 如果我们一次看的基因 以qPCR来讲只看一个基因 如果一次看十个基因 是不是就是省十倍的钱 省十倍的时间 所以这也是个策略 那另外就是我的这个实验方法能不能更快 实验的试剂机器能不能更便宜 去做multiplex嘛 因为你multiplex就乘以n嘛 如果东西实验做的很小 你乘以n才不会太大 所以这就是人类在科研发展上 一贯以来的策略 你会有一个很鸟很不起眼的prototype 但是接下来你有这个prototype以后 变得更小更便宜之后 你就有可能去走这个high resolution high throughput 跟multidimensional的策略 马上这个n值就是十倍 一百倍一千倍这样乘乘乘乘乘乘乘 一下就很快就可以到 几百个million的这种量级 那另外一个策略就是 你现在要把东西弄很多 有个策略就是说combination 这两个字你们认识吗 combination跟permutation 这个你们高中都学过 这个叫做排列 那叫组合 排列组合 对对对 我这边摆的是组合排列 所以你想想看你只有五个东西 但是我透过排列组合 应该讲是只有排列 这样子的组合性有多少 排列性有多少 就是五阶 120种 明明只有五个东西 可是透过排列我们可以让它变很大 那你现在才五个而已 我们随便一个序列搞起来都是几十个 所以这样组合出来的量级就变很恐怖 因为ATCG核酸有四种 我如果随机给你十个核酸的序列 这个的可能性就是四的十次方 就是二的二十次方 就是十的六次方 十的六次方就已经一百万了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排列组合的策略 使得我们有机会往这两个方向走 high throughput跟multidimensional走 很多我们实验上的策略 都是运用这几个方向跟原理而已 好 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 我学会一个机器叫digital PCR 它透过的就是这种围流体的概念 你看你们看到这个一个个这样小气泡 这就是partition 它是透过液体来切割你的空间 那我们在早期 就是用96孔盘嘛 你这个东西我就给一个 给两个给三个 那可是我们现在不要这样做了 我们通过一个数学模型的密度分布 我们可以算出来 怎么样有最高的几率使得这个里面的这些小 我们叫做droplay 小的泡泡 能够尽可能的是 有一个你要的物质 那么当你这个里面的物质 如果有讯号 那就代表说 一开始我们是有给它你要的东西 那这个方法叫做digital PCR 所以我们知道了PCR 知道了QPCR Q的意思就是quantitative 定量 那现在比较新的PCR叫做digital PCR 它的digital意思不是说 我这所有实验演算都是用电脑来算 它digital的意思就是 透过数学的分布模型去计算你原来物质的浓度 所以它长出来的结果会有点像这样 假设你全部的孔盘里面只有这四个点亮 那你是不是很高的机会一开始这个实验 其实就只有四个东西能不能被放大 那当然最多最多可能有很多 因为比如说这里面假设有十条 这里面有八条 这里面有五条 这里面有六条 那不是加起来就跟那几个数字加总吗 可是你觉得这样随机分布有可能说 其他大家都是一评如洗 一条都没分到 但是这四个点分到很多 这个机会很低很低嘛 因为你每一条去被包覆的时候都是随机分布的 所以一个人拿很多钱 其他人没有钱 在这样随机分布你的情况底下 这几率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基本上看到这个data 我们就会说 你这个原始的比如说病毒的viral titer 大概就是4 那你听得懂吗 那它透过原理就是透过这partition 你最后的实验证做出来 你就是看到这个 这几个都绿光 那你同样的道理用这个multiplex的方法 那个multidimensional方法 它就会分成蓝光跟绿光嘛 那当你去分析这到底是蓝光还绿光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以这个来讲你就乘以2而已 但没有很厉害 但是至少也是加倍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一开始你给的蓝的东西有多少 绿的东西有多少 那这样子就是 虽然也是透过partition 但是实际上你不是那种传统的partition 那最后digital PCR得到data 大概想这样 这比如说这是绿光的轴 这是蓝光的轴 那像这个点就是说 在那个droplight里面有蓝光有绿光 那这边是他分析出来的data 你看这个aerobar都这么小 因为它神准的 你去做传统的QPCR 差一个cycle就是差两倍 你可以想象那个实验总是会有误差嘛 差一就差两倍 你看这个是10哦 那这个是很精准跟你讲说 它是11上下这么一点点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准的 以前的QPCR 它如果做出来是11 它可能是20到可能6之间 因为它的aerobar就很大 所以人类透过这些科技的技术 能够使得方法学 越来越精准 越来越厉害 那我去美国学的最主要的机器就是这一台 Flox Atomator 这你们知道吗 因为时间不太够 我们就大约讲一下 它透过的就是光 你看这是你的简体 一个就这样流过去 然后这边有雷射去激发它 那细胞上面有些发光物质 是我们人给的啦 那我看到光等于看到了那个发光物质 那个发光物质看到了以后 等于是看到一个我想标记的蛋白 或者是分子whatever 就是比如说抗体 抗体认的就是抗原嘛 抗原本身不会发光 你去给它过这个flow机器以后 你还是看不到它 所以我们透过抗体把它接了一个荧光带 就是这些带 那看到的光等于看到的抗体 看到的抗体等于看到的抗原嘛 因此我就可以知道 每一颗单细胞里面有多少抗原 是我有兴趣的 那细胞就是在一颗颗流过去 所以叫做flow 塞头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细胞嘛对 ameter就一样是乙嘛 所以这叫流氏细胞乙 那你看它一开始有这三支雷射 看一下这收光 那一开始这这里是只有一个雷射啦 那雷射打完以后 它会有不同的带 有不同的光谱嘛 我们把这些光谱把它拆开来 个别去收它的光 所以一支雷射打下去 这边可以收四个光 那这只是一支雷射嘛 那我们老透露 我一支不行我就给你打五支 五支不行我就给你打七支 那你不要觉得我这个 这个也很讲虎乱 这都是现在我们真正在做策略 就是你现在这雷射在一直一直打嘛 我们接下来就这样排排排排排排五支 我的颜色就从这种四啊 收到现在可以收到二三十了 所以也就是说一颗细胞流过去 我可以收集它身上三十个参数 那你想想看这细胞是一颗颗排过去的 当我细胞收了十万颗 又收了三十个参数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十万乘以三十一个很大的矩阵 那这个资料已经大到 就看到傻眼猫咪 已经超过人类的分析能力了嘛 在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透过电脑一些演算法 帮我们把这个data降为 使得人类知道这么大的资料到底是搞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这边是还不是全部的代 这是我们大概列出来几个常见代 就已经快十个了 人类现在已经可以多到几十个代了 那这么大的资料就是很有价值嘛 因为它资讯很丰富嘛 可是如果资料很大 你不会分析它就是一群垃圾嘛 就看到它就傻眼 就像你们到时候读书是傻眼一样 你买了很多教科书 每一本都是一千页五百页 放三本在你眼前你就傻眼了 明明答案都在里面 可是你没有读进去你就没办法吧 所以能不能从里面找到黄金 这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你有没有那资料 因为你要买教科书有钱就买得到嘛 可是能不能读到你脑袋里面 那就另外一回事 这data也一样 得到data是第一步 但是能不能有效的分析出data 那是更重要的 好 那这边稍微介绍一下flow的原理 就是基本上靠光啦 那这个光打出来不同细胞不同的特性 可以分出这个lymphocyte granulocyte跟monocyte 你们知道lymphocyte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我下学期就是二下 就是现在102期 120期 我要采取一个新的教学模式 就是我们先把你们先当动物来训练 先让你们练习这个不同免疫学的名词的对应关系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直接就来上课 后来发现你们学长姐的反应很差 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 先叫你们背懂什么叫lymphocyte 然后我们之后上课 不断的再提这个lymphocyte 你们就比较知道什么意思 那你背的过程中 你不要真的很理解 反正你有一个像那个摇铃 就会摇口水的狗一样 你把这对应关系先把它训练起来 这样子 因为以前的学长的反应 就是说你们在学习的时候 老师一直讲一些不懂的名词 然后用不懂的名词 解释一个更不懂的名词 整个免疫学都都跟天树一样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问题 我们我们来试试看这样 lymphocyte其实讲穿的就是T细胞跟B细胞 你们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两种细胞要把它给一个名字 我不会有这样的疑惑 好那没关系 这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flow 它的策略就是让东西发光 那什么东西能发光呢 基本上你想到的东西都可以发光 你可以让档代发光 你可以让DNA发光 你可以让一个特定序列的DNA发光 因为你们懂这差别吗 DNA发光认的是化学结构 可是让特定DNA发光认它的是那个碱基序列 那RNA也是一样 你可以让特定RNA序列发光 你看到RNA发光了 你就是知道这个细胞表现哪个特别的基因 那就可以被你分析 另外这个Organ nail叫什么 对对对就是那个什么ER那些东西 Malicondria那些东西 摩电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大家都知道就是神经啊心肌会有摩电位 这个也是可以被荧光label的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人神经比较有问题 那你去测他的电 那你正常测电用电的方法嘛 就跟他查电极嘛 可是如果你让那个电位差能够发光 你用光也可以观察电 白了我刚忘记讲 就是我们现在交起来都跟你讲说是光引导的人生吧 但是其实在真正科研世界里面 光不是唯一的road data的来源 人类现在在road data的情况下最常见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光一个是电 生物界光可能是比较主流 但是如果在其他的领域电可能也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你们知道cell cycle嘛 细胞会分裂吧 G1S G2M 这也可以被观察 那细胞死掉也会有些特色 我们让它发光 我们就可以把死掉的东西把它分出来 那不同的IoM 比如说钠啊 钾啊 钾啊 钙啊 都可以让它发光 甚至最近可能台湾会有一个人 德诺伯也讲那个翁启慧 翁院长啊 他研究了糖分子 只要你能够让它发光 你也可以研究糖 所以基本上你想象到的世界 只要能够让它发光 就可以上flow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听起来很轻松 靠一招吃全部的方法 对不对 那这样子是不是感觉到研究没有这么困难 那免疫学家的优势就是flow用的很熟 那你其他人就是做的没那么熟 你就很难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法 去dissect一个你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免疫学家特别还喜欢研究 就是抗原专一性 TCR TCR BCR 就是抗体 你只要能够让特别的抗体发光 在这个世代 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们秀一下这flow cytometer 这几台都是学校有的 所以我们这堂课目的是要 启发你们对科学的兴趣跟做研究的热忱 这台机器啊 都是学校现在有的 这台没有了 但是马上就会有了 那如果男生 女生那也可以啦 你喜欢跑车 买不起跑车 这每一台都等同一台跑车 就国家花钱让你玩跑车就对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林青老师也是这样的状态 林青老师他一台电脑搞起来都是五百一千万的 全校就只有他跟某几个人在玩而已 等于国家花钱让你玩跑车 你看到那台看了就很爽 好像这台啊这台大概三千万三四千万 他就摆在那边给你看 因为这个机器太高阶了 在我们学校能 不要讲说能碰的想要碰的人都很少 所以那台车虽然是国家的 可是都是给你在开 就像我们总统一样嘛 公务车 但是其实都他在用嘛 或空局一号也是嘛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 顶尖仪器买给你专人使用 那很适合做研究 那当然我们除了喜欢跑车之外 你也要有驾驭跑车的能力啊 还有你要去的目的地你要先决定 但是就是这边都是很富的仪器 这台大概五百吧 这台比较久 这台大概一百 这台差不多四百 这台三千 这个就是讨论光的问题 你们知道光有波长的问题吗 这个轴就是波长 这个轴是光的强度 所以你看波长是不是有漏光的问题 所以你听懂漏光的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绿色的光 其实它不是单一的peak 它其实是一个范围 所以当你要明明要收红光 其实你们收到一些绿光 所以在处理光的事件里面 我们都要解决这些漏光的问题 叫做speel over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做compensate 把它代偿回来 就是我要知道 这个其实这个光是来自于绿色的 就假设有个简体 其实没有红光 可是当你去收红光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讯息 那我要把这样子的数值 把它normalize成零 听懂吗 这个normalize的过程 就叫做compensation 那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我稍微讲一下 这数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们假设 对这些科研数学 还有那么一点兴趣 有一个学科一定要搞 是第一步我觉得最需要的 我们先讲它大学之后的名词 叫线性怠数 linear algebra 线性怠数 你们知道线性怠数是什么吗 不知道 那没关系 我们讲高中时候它的名词 就是那个矩阵 比如说 矩阵可以相加 矩阵也可以相成 矩阵可以让 那个xy旋转 所以它其实 这个线性怠数本质上 就是讨论矩阵的问题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靠要矩阵那么简单 不高就会了 到大学的时候 在前一半或者到三分之一 其实讲的东西都是你大学 高中会的东西 就线性怠数里面 只是在大学教育 把它翻成英文 但是它跟公理一样 它出发的definition 跟你们高中学的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它很多都是从很智障的事情 开始做起 就觉得说 哇 我高中来大学读数学系 一开始帮我当幼稚园在教 一开始的那个definition 都是很智障很浅白的 就是你觉得 这个不是一看就知道 一定对的事情 数学系都要证明 可是它就是因为很严谨 那一步一步证明啊 到后面比较高段的数学 就不会出问题 它的那个大厦是很坚实的 跟生物医学比起来差很多 我们生物医学搞了一堆 都是correlation 对不对 而且我们上一层楼搞的 都是correlation 四楼搞了 correlation就不见得是因果关系 所以你的那个理论的坚实性 就会比较差 数学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假设你们想要搞数学啊 或者搞这个资讯啊 搞这种data science 线性代数是 我推荐一定要第一个学的 而且其实不难 因为前三分之一 你们都已经会了 那后面 开始比如说会有一个叫做icon value 那就开始有点难了 那理解那个需要一点统计的知识 一点数学的想象力 那这些都搞懂以后啊 其实我觉得很容易赚的比医生多啦 除非你们的兴趣不是赚钱 那如果你是医生也继续搞 数学继续管啊 然后发言 那把这两个技能困卖在一起 可以有更好的这个社会社会价值 好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线性代数呢 因为conversation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举证的惩罚 你现在听这个 你会觉得说啊 这不是把这个剪过来 没错那是因为这个这个模型很简单 觉得这样相剪就好 可是当这个颜色有五六个的时候 不是彼此之间互相干扰吗 用人来算很麻烦 可是假设你是用用举证去相成的话 那就很简单 那举证稍微在你们初学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比较 嗯 抽象一点的 叫做反举证 你知道吗 那这个就是反举证的云算而已 好 那这个sorter就是我们知道了细胞的 刚刚那些营光的参数 我们再给它电 有电 跟跟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个电勇一样 电会使得带电粒子偏向嘛 因为你有个电厂嘛 那这个电厂就会使得带电的东西偏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去sorting它 如果你是带负电 它就会走到这边 如果你是带正电它走到这边 那如果不带电就让它射出去 所以我们因此可以做到就是分选细胞 你们觉得分选有没有很重要 比如说很有效的把你们打疫苗的人 会有副作用跟没有副作用 把它分开来 那是不是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所以分选本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如何从刚刚的那个flow才tommet 进阶到分选 这个就是人类一个技术的突破 你们可以稍微想想看这样子 如果是你要做这台sorting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模拟在二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人 如果你透过你既有的知识 没有额外的这个资讯 你能够解决 那你很有可能就有能力解决 现在人类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得到的data 大概长这个样子 这每一个是一个parameter 每一个column 就直的 是个parameter 然后每一个row 横的 是一个细胞 那我当然只截取一个小小的data 那这data 其实也不是我的data 这是wiki的data 但是它实际上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data 会从这边一直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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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到30 真正的data 这个是到好几万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data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它处理一下 所以需要很多手段 那现在最常用的手段叫tisning 那我们不细讲 反正这是一种 非线性的降维 线性跟非线性你们懂吗 线性就类似y等于x夹b这样的线性 他最后画出来是一条线 如果你是非线性 就是他没办法写成y等于x夹b的 还是非线性 只要是矩阵的处理都是线性的处理 因为他就是一个 就算他是一堆数字 比如说 a乘以x1 b乘以x2 加c乘以x3 他不管怎么样 其实你调的就是abct的参数 其实他都是乘的概念 组合就是靠加减 其实加就是减 因为你把气数把它从正的变负的就变加跟减 所以这其实整个都是线性的概念 就是他加跟减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了 可是我们后面比较复杂的问题 他就可以把细胞慢慢这样分群分开来 然后t细胞b细胞就分开来 那这是另外一种我们呈现那个高维data的方法 最后讲一下这个sequence了 定序 我们刚刚不是懂了sanger怎么定序了吗 现在我们要进步到次世代的定序了 刚刚同学有提到这个是散弹枪 散弹枪是定序的前处理 不是定序做的事情 定序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显微照相的 很精密的流体设备 所以你每个点其实就是一个序列 那它是散布在一个晶片上面 那我每一次的PCR 刚刚不是用DDNTP吗 你每一个cycle editing 这边是每一个都是用DDNTP 只是那DDNTP的第一个D 是可以被reverse的 所以它现在的概念是DDNTP 可是当你要reverse它 它就变成DNTP 它就可以再接下一个 所以你就变成你每一次的实验cycle 第一个cycle 我一开始给的是DDNTP 我照完相影后知道它的序列是什么了 我把它这个DDNTP 把它convert成DNTP 就可以接第二个东西 所以你每次比如说你要定10个NUK台的序列 你就照10张相片 那它的XY座标一定不会变 它就固定在那边 所以当你看到比如说这边有红点 黄点绿点蓝点 这分别代表了ADCG 所以你看到它什么颜色 它其实就是哪个核酸 那你透过每一次的这样子叠加叠加叠加 你可以把序列拼出来 那你现在以现在这个图来讲大概有几千 应该有一千个点吧 那其实它就是一千条序列 就你的sangle就从一条变成一千条 这张只是一张大晶片里面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些机器 叫iSeq 一直到现在最屌的叫NovaSeq 它的定序量啊 从1.2G B是 不是电脑的B 这个B是base 就是核酸 跟那个电脑的 你们知道电脑大B跟小B不一样吗 Bite跟Beat 所以这个看起来刚好都是B 那这边是1.2Gb 你看这边哦 6个Tb 而且这数字还在膨胀当中 所以一个B大概就等于 差不多你电脑里面的一个大B 所以这个资料下来 就真的是几乎把你电脑都塞满 硬碟就塞满 全部都塞这些没有垃圾的 没有意义的垃圾Data 因为你不分析它 基本上它就是一堆ATCG而已 没有什么意义 好 所以你看这从G的等级到T的等级 光机器本身都差了1000倍 那它的策略就是 就是其实我每次这个点 大家都只能看几百个mer 可是当我这件事情 我重复做很多次 那不就是几百个million 乘上几百个base pair 乘起来的结果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到 大量的平行进去 平行的意思就是我刚讲的几百万 你这个点一个就是一个点 但我一次做到好几个 它就是好几个的平行运算 好 那个sequence 我们就不要讲了 那所以人的策略啊 另外一个我学到的就是 我们单细胞定序 弄掉 这个2018年人类开始比较商品化的 这个single cell sequence 你看早期的时候 我们一次只能做一颗 后来呢 你看同一个这个甜性老师 一年以后呢 他把这数字提高到大概接近100 那其实就是打刚刚96恐怕 透过sorting 那到后来你看我们现在最主流的是这个机器 10X Genomics 已经做到几十万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机器 更厉害的不是机器方法 叫做SplitSeq 它可以很轻易的突破这个100万这个数字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抽样 因为你定序一个细胞 等于就是抽样一颗细胞出来嘛 那如果你从你身上 你知道你身上有多少颗细胞吗 不知道 你们没有看那个 日本的卡工叫什么 对对工作细胞 工作细胞开始不都会讲吗 通常我们都讲科学记号 37兆就是3.7乘以10的 17次方 13次方 因为兆就是12次方 对没错 这差不多人类的细胞就是这样子的数量级 但是你想也知道 这绝对是估算出来的嘛 所以实际上这有很大的误差 但是大概就是这个量级啊 所以你从你10的13次方里面抽样出10的6次方 这基本上已经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了 所以这个数字啊 人类的技术是可以再往上冲 不过再往上走 你的data量就要更大 那基本上已经几乎很接近人类现在运算资源的极限了 所以我这个在成长10倍 前面的这个资料是不是也要成长10倍 因为你一颗细胞就要固定定那么多东西嘛 那你如果细胞多10倍 你的定序量就要增加10倍 你想想看你的硬碟有到几百提嘛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 好 那他的策略其实依然是透过这个partition 一颗一颗把单细胞把它包覆起来 所以可以做到单细胞定序 那当然真正的后面那些分子生物学 还有资料处理没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如果单纯只focus在single cell怎么做出来 其实就是partition 那你现在是用这个液体的方式 微流道的方式做partition 那其实同样这种撒孔版的方式依然是可行的 这是一个你看像蜜蜂的蜂巢一样有没有 那这个蜂巢大概有二三十万个窝 就一个六角形这个 那你在里面撒很细的细胞 比如说撒一万颗 是不是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一个东西只有一颗细胞 很低的机会会一个东西两颗细胞 那当然你如果撒比如说这二十万个窝 你撒了二十万颗细胞 基本上就很高的机会会两个细胞 你听得懂吗 因为你每次都是每次撒都是二十万分之一 但是一旦被撒了就是 如果你不希望双细胞 你就把它扣掉嘛 就像你们知道你们这边啊 有很高的机会有人跟你同一天生日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就是说一个班级啊 你要找到有人同一天生日 其实很简单的 当这个班级的数量超过好像是二三二十几的样子 就有很高的机会 很高的机会就超过一半了 会有人会有两个人同一天生日 因为这个的算法就是365乘上364 乘上363 然后你有几个人就这样一直减 这个不就是最传统的分 用真的物理世界去切割吗 这种东西 依然是现在在卖的 single sale的方法 所以你看人类 是不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戏 这种透过空间分割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人就知道了 可是现在科技的突破 依然是透过这种方法 只是我们现在是透过这些 高科技做出这个载体 你看这个载体 放大是这样看 实际上你知道这个洞有多小吗 你们觉得这个洞有多小 没理我 好 没关系 那至少要比细胞大 不然的话怎么容纳的一个细胞 那你看它整个细胞 整个这个整个晶片 看起来就这么大而已 大概差不多10公分 乘10公分这么大而已 它在10公分乘10公分这么大 里面要塞几十万个点 你可以想象这个大概多大 考试的时候考这个 让你们算一下数学 我结果每年都会让你们算算数学 包含免疫学的时候 结果就常常被告 好 那结束了 所以我就是勉励你们 大家都要做超越的事情 不要做routine的事情 能够让自己突破 能够让自己突破 能够让社会突破 那么你的个人价值也会有所突破 好不好 OK 那就结束啦 拜拜 谢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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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教授